清清 清 你怎么来了 还是被你给发现了 是房东阿姨无意间跟我说 你续租了这里 还买下来以前所有的旧物 沈思念 我真是越来越看不懂你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 这又是何必呢 怎么 你现在为了跟我撇清关系 连我住在这儿 都看不顺眼了吗 你不用来警告我 明天的采访 我一定是实事求是 澄清一切 你不用担心 那就先谢谢你了 对了 还有一件事 不管明天的采访如何 我都想来跟你道个别 这里面是咱们重逢之后 你送给我的礼物 现在该乌龟远主了 沈思年 很抱歉 你已经不是我记忆里的那个人 清清 你怎么能这么狠心 喂 清姐 快看微博 祝你刚刚发了一张照片 自己公开了 沈思年 你别和我谈什么 投资理念 长线短线 我要的就是最快变现 我要现金 风险是你这个做私银的 替我管的 我只要利润 第一 你的财务状况 已经漏洞百出 那么大的风险之下 给自己留条后路 第二 请你跟我说话客气一点 我只是还你一个人情 而不是你的跟班 客气 咱俩合作的事可不少呢 你最好别在这个时候翻脸不认人 表哥 表哥 老有追债的骚扰我 你得帮帮我呀 一边去 之前你找钟宁闹事 把你保释出来 已经算是人之意尽了 我现在没钱替你还账 拜托 欠债的是你 我只是被连带担保 才有的麻烦嘛 妈的 他们已经追债追到这儿来了 看来我得加快速度了 放开 曾� La